这一年你要把你要做的事情聚焦为重点 然后到这一天呢就是你要完成正确的事情 就是做对的事情其实是比把事情做对来的重要的 所以你要在这你要完成正确的事情 你要完成你真的想完成的事情 然后这一刻呢因为他的时间又更短了嘛 所以你要控制分析 就像刚才杜拉克提醒那个CEO的道理是一样 就是你到底你的时间 每一个时间你到底花在哪里 所以你要做分析嘛 那当你分析出来之后 你可能会发现一些会让你分心 或者是做一些浪费时间 或者是你觉得不需要把时间花在上面的时候 你就要懂得控制 这个是这个四个的关系 就从比较高的我们整个人生来看 到这一年然后到这一天到这一刻 这四个部分 然后呢你要做到第一个呢 站高的点看自己呢 有个很重要的 有几个很重要的提醒 第一个呢 时间很重要嘛 所以你一定要第一个你一定要慢下来 当你慢下来的时候呢 你才有办法呢 站高的地点看自己 慢下来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呢你要给自己呢 一点点时间思考 然后重新聚焦呢 重整思绪 然后完成更有效率的事情 慢下来很重要 你就想一想嘛 当你骑脚车的时候 你要转向的时候 你总不能加速 然后转向嘛 这样非常的危险嘛 所以你骑脚车的时候 要怎么慢慢转向 就是你开始脚要放松嘛 不是放松 就是你脚要不要再继续踏 你要能慢慢的 那个把速度放慢 然后再转弯嘛 所以你要慢下来很重要 还有像跑马拉松 跑马拉松怎么样呢 可以跑完全程 绝对不是一开始 很平民冲刺的 把跑百米的精神 拿来跑马拉松 这种人很快就放弃了 招什么法是比较好的 招走法 就是跑可能跑个20分钟 然后走个10分钟 然后再跑个20分钟 走个10分钟 这种人比较有办法跑到终点 所以呢 那个休息的过程是很重要的 然后第二个呢 是因为你要 你要站高一点的 站在高一点的状况看自己嘛 所以呢 当你慢下来之后呢 你要重新开始 这重新开始呢 不是说你做的事情呢 全部呢 都重来重做 重新开始 意思不是这样 它有点比较像是我们那个 行为经济水上面说的换位法 就是当你要选择呢 因为你慢下来开始思考自己的事情的时候 你开始想说 那这件事情我到底要不要继续做 还是不要继续做 你不要受到那个沉默成本的印象 你应该是要做换位法是怎么样 就是如果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的话 我会不会现在还要想要去做 这可以运用到很多地方耶 例如说你现在这个工作 到底你到底会不会想要继续做 你要问说 自己如果从来没有进入到这个行业 或从来没有在这个工作过的话 那你会不会想要进来这边工作 如果要是你的答案是不会的话 那你应该是不要继续这边工作 代表说你觉得工作不好 这有很多地方嘛 例如说呢 投资上面就是 如果你从来没有买过这只股票的话 那你现在会不会再想买 如果不会的话 那你应该不要再进场去了 如果会的话 那你可能再考虑做投资的部分 还有就是 如果呢 你从来没有跟这个人在一起过的话 比如说有人已经分手 或是还没分手 就是想要再来不要分手 很犹豫 你可以想一想 如果你从来没有跟这个人在一起过的话 你不是因为花了十年的时间跟这个人在一起 所以你花了很多沉默成本在里面 而是呢 你先想一想 如果你从来没有跟他在一起过 那你会真的想要跟他在一起吗 这就是 重新开始换位法 那为什么换位法之所以这么难的原因 是因为你必须 要承认错误 例如说 讲这个例子嘛 讲说呢 你如果真的选择工作 你根本就不喜欢 可是你必须要承认自己 根本就不喜欢这个工作 而且这个工作根本就不好 你要承认自己做错这个选择 其实是不容易的 因为通常是有自信的人 比较能够承认自己的错误 多数人没有办法承认自己的错误 我们会觉得说 我们会帮自己讲一些 为什么会做这个的原因 可是呢 你要比较理性的做决策 应该是你要用换位法 重新开始的方式 例如说呢 像我去法院 把官就问我说 你是从一个原本要去推销课程的 后来站出来说 你要反推销的 我就说对啊 然后他就说 他觉得匪夷所事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人呢 怎么一开始你非常觉得 这个去需要推销 这件事情很好 然后到后来就说 这个非常不好 千万不要去 然后还攻击这样子 我觉得这还蛮正常的啊 因为你觉得那件事情不好 你本来就可以选择 不要继续这样做啊 可是呢 可是多数的人 其实是很难 很难做出这样子的决定的 因为我们 我就跟大家讲 我们会自我辩护 你一天做 花了很多时间 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件事情 你会不断说这件事情的好话 然后这件事情 你会不断想要做下去 这就是 换位法很重要的地方 那就是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 换位法很重要 第三个呢 就是你要扩展呢 对自己的看法 我们那边有原本 九版的书 叫做我们嫁给了 我们嫁给了工作 它是一个呢 心理智商是写的 它在讲说呢 很多人就找到智商啊 都是因为呢 就是被裁员了 然后呢 心理压力非常大 甚至想要去自杀 你会想说工作没有 这么严重吗 有 因为有一些人 把工作当作是 他生命中唯一的一件事情 工作就等于他 他就等于工作 工作等于他 他就等于工作 他没有其他的事情 没有其他的身份地位 所以只要 他没有了工作 他会觉得 他整个人 没有存在的意义跟价值 可是呢 为什么跟大家说 要扩展自己 对于自己的看法呢 因为你呢 不只只有工作而已嘛 你不只是人家的员工而已 还有很多角色啊 你可能是人家的女儿 或是儿子 还有你可能是别人的朋友啊 或者是呢 你可能来这边上 可能就是学生啊 那你的角色 还有可能你是妈妈 还有可能你是爸爸 还有可能是朋友啊 同学啊 角色很多 所以我们存在主意治疗法 里面有一个就是 在讨论存在的部分啊 你要帮自己做一个 就是练习 就是呢 你就中间就写一个 我是谁 然后呢 就是有九个那个 你可以发散出九个那个 方法 或是你拿 那个小卡片也可以 你就把自己的角色写在上面 你会有什么样的角色 我是谁 讲说九种角色 写上去之后 然后呢 因为存在嘛 如果要是你没有这个角色的话 你就会感觉怎么样 然后你心情如何 这个等等之类 或者是 那个 这九个对你影响的状况怎么样 可是当你有多重角色的时候 这个 扩展对自己不同的看法 这其实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就也类似投资上面的分散投资一样 你用不同的标的 那你人也是啊 你人也有很多不同的角色啊 当你有多重自我的时候 就是你有不同的角色的时候 对你来说是很好 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就是呢 你在不同的角色 这个的扮演当中呢 它可以影响你到另外一个角色 可以扮演得更好 更有效率 例如说 假如说 你是一个职业妇女 你是一个人家的员工 你在工作上面呢 必须要很有效率 要提升 那你这样子回去呢 家里的时候你又是妈妈话 你照顾小孩可能就会跟他讲说 要有效率 你做事情的时候呢 你就会更多的那个什么 更多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你在公司上面 你会跟别人互动嘛 那别人可能会跟你讲一些 他在家庭上面的状况啊 哪些方法可以 可以节省时间 可能就学到了 那你可以应用到别的 别的角色上面 还有像如果你是学生的角色 你要在那边上课 那你上完课之后 你学到这些 这个对自己呢 如何呢 扩展自己在时间上面的观念的时候 你就会应用到你的工作上面 所以当你角色越多的时候 其实每一个角色 只可以相辅相成 帮你呢 整个效率都是提升 或是整个 整个扮演的角色 可以扮演得更好 还有第二个 当你呢 多重角色的时候 反而呢 你每一个角色比较不会 不会 不会失去 或者是说 你每个角色都可以扮演得很好 第一个跟第二个 点类似啊 第三个就是 当你失去掉其中一个角色的时候 你影响不会这么大 你还是可以拥有活力 我刚才讲说 那个 我们在家庭工作 那本书里面的那些个案 他们为什么很容易 因为工作 就 工作没了 就是对他们 人生产生很大的影响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多重自我 可是当你讲说 如果你真的没有工作了 可是你要有其他的角色 可以扮演啊 例如说 你都能还是可以来这边当学生啊 你还是你妈妈的女儿 你妈妈的儿子啊 或者是你还是谁谁谁的伴侣啊 有人可以支持你 等等之类的 当你的角色越多的时候 你在扩展对自己的想法的时候 你其中一个角色 如果消失了或是不见了 对你的影响 其实冲击比较不会这么大 因为你有其他部分 可以做 你调解或输解 或者是你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成就感 因为工作对你来说 最大可能就成就感来源嘛 可是呢 这个路部分 这个部分如果 没有了这个角色的话 你成就感还是可以从 别的地方 得来 所以这是多重自我的部分 好 然后来看我们的